不光宜蘭縣長林茲廟涉及貪污與洗錢案 案子經過兩年審理 昨天全案辯論終結 法院定於12月31號下午兩點半宣判 而檢方在論罪科刑部分 林茲廟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被求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特殊洗錢罪部分 則是求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而林茲廟最後陳述時再次表示 從沒做過不法的事情 判法院還他公道 宜蘭縣長林茲廟涉及貪污及洗錢案 遭到地檢署起訴 全案在23號辯論終結 我呢 簡單做人認真做事 清清白白 林茲廟在案件審理期間多次含冤 她與女兒林依林和宜蘭縣政府團隊共15人 2022年8月遭到地檢署起訴 今年10月23 檢方在法院辯論終結 針對相關被告論罪科刑 林茲廟因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求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恥夺公權五年 在特殊洗錢罪求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並科兩百萬罰金 沒收不罰所得 女兒010被控違反貪污治罪 求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恥夺公權四年 時任宜蘭縣建設處代理處長吳朝清 遭求處有期徒刑十年 恥夺公權四年 15名被告中只有一人認罪 其他十四名都否認罪刑 辯護律師全部請求無罪判決 整起案件歷經兩年多 審理程序冗長 不少被告在準備程序庭當庭翻供 指控檢連不當取供 如今全案已經在23號終結辯論 林茲廟最後陳述時 再次表示自己一生清清白白 整整當當 從沒有做過不法事情 判法院還他公道 判他無罪 判決結果將在12月31號出爐 記得宜蘭綜合報導